郭通就知道是男生還是女生了 市長我們現在要立刻口拗 新北市長鴻友宜抽出 振興168活動最大獎 電動車一步 幸運得主終於出爐 馬上在線扣音 哎呀 轉接語音 轉接語音啊 都想說開始知道了 連續布了兩通 中獎人就是沒接電話 高得主持人在現場好尷尬 事後主辦單位急著聯絡得獎人 沒想到對方是名國小學生 當下他們的反應是認為說 怎麼可能 就是也覺得會是詐騙 後來經過他們看到了 一個直播的畫面以後 才相信反應說 其實小孩是更希望獲得iPad的 iPad沒了 變成更大獎電動車 雖然價值翻倍 漲100多倍 但中獎的小妹妹 似乎有點失望 小妹妹的母親在上班 手機看到多通未接電話 和中獎簡訊 還以為是詐騙集團 事後看到直播畫面 才明白女兒真的中大獎了 幸運得主是誰呢 媽媽透過文字回應 不敢相信自己中獎了 看到抽獎畫面 才確定自己是那個幸運得主 一切太不真實 還在想車子該怎麼處理 雖然幸運抽中新車 但50萬稅金還得先繳 這幸運投獎才算落入口袋 解心美式綜合報導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即將開通會員功能 傳證著的邀請您 一起來加入會員 挺中天 加入會員將實質地幫助 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400位的員工 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 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進步的內容 請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 臉書粉絲